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想而知当时的大师帮他扎一出世改名有一定功力的水平 多谢收看焦点视频的节目 如果喜欢这条影片的话请做齐留言赞好和分享 因为这些动作对频道的成长相当重要 在影片资讯栏会看到有主播专业的连结 按进去的时候会看到有主播的联络方法和节目其他的资讯 焦点视频是一个知识共享的网络电视平台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和大家分享一下 说明改名这件事真的挺搞笑的 发现真名不能说 始终是一个真实客人的名字 不可以公开 但他的名字也是以前在国内有些师傅帮他改的 十多二十年前的时候 那个师傅是有些计划的 他直接把你的五行叫做明字 打一个比喻 譬如你的八字里面建金水 可能你姓陈的就叫做陈金水 八字里面要木火的 他真的叫做黄木火 真的直接改了 我觉得这种改名很精妙的 这种改名方法 纯粹大家一个 亭峰那个做得很漂亮 亭峰就是一些文艺气色 你不是叫做借金水 是叫借亭峰 就是这样的情况 明志纯粹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生意人的命格结构 但是这个八字里面 就是喜用神虚浮无根 我们看看这个八字 更苏年出世 慕人月丁至日贵茅时 丁火日元 生在春天 丁火自己坐着劫财 人苏又拱火局 卯又生火 整个地址全部都是木火局 丁火反弱为强 丁火很有力 很简单 赛老师跟大家说 有杀先论杀 对不对 八字里面 火旺和水做配合 有七杀 就放了时干 有贵水 连干有庚金 就生贵水 我们有个命格 叫做财之虐杀 财之虐杀 财之虐杀 可能在古代里面来说 就是领军 将军的命 现代社会武将给你打 当然是商业味道很浓的 创业家的命格 那确实呢 命主是一个 整天都很想自己 创一番事业的人 你看到他的样子都知道了 微有杀气 就是那种 就是这样 但是很可惜 这个八字里面 原局 有个很明显的败笔 就是他的用神七杀 这个地质竟然是无力的 全部下面 无论地质 煮气 鱼气 全部都没有水 全靠连干 那个庚金就是生水 但是下面又是一寸木火的气 庚金在人月又是绝位 所以这个八字里面 我当时给客人的评价 就是假名假来的 就是表面风光 但是内泪空腔的一种结构 看看大运 这个八字里面 他是丁火日元 他新强就介入到金税 金是财息就是钱 看到他很小的时候 二十岁 就走个庚金神运 财就有力了 坐着室土可以圆不绝身金 因为财之若杀 我们经常说是创业家的命 创业家的命就是 读书一定是普普通的情况 不然也不会创业 因为小时候读书 又不是怎样读到 很小时候已经出来做生意 因为原局人质都是逆马 所以他非常奔波牢牢 走庚神运的时候 神述又充满 所以他去到一些很生卡的地方 做很多云石方面的生意 那时候他赚了很多钱 1989到1998这十年里面 又结婚又赚钱多 唯独是 因为他夫妻公是逆马 像蔡老师之前所说 夫妻公是逆马 最少来多 所以他经常都要出外 这样 好了 一直 这么年轻 二十多岁已经发达 走到1999年 新智云 也只是三十多岁而已 理论上 是不是应该会更上一层楼 正常逻辑去计算 不看八字的话 但我看到八字里面很奇妙 这个薪金是好的 坐着劫财星的位置 刚才说过是离婚 又逆马 在新智云里面夹财 夺财 走到新智云的时候 普境不常 只是好了两三年 接着开始就离婚了 离婚 妻财妻财同一组 离婚之后 接着那些钱 生意一天都是给他的partner 就夹走了 就是夹财星 抢走他所有的东西 整个云打回原形 本来你在发达的 又在更神运里面 又没有女人 又事要失败 唯有做一个平凡的人 做一个好平凡的人 就是打工 打工当然是他自己也不甘心 因为他的八字里面是创业 但也没办法 因为也没钱 走这个任务云 又有任务 叫官来合我 也叫做一个稳定的职位 这个丁任合目 那目是贵人 不是啊 他记的 贵人是不会记不记的 就是他给你机会 那丁任合目 就是他能够有贵人 有人给他一个机会 官星也是代表工作 是 是 可以这样一段 就是说 有个贵人 就给他一份工去 是 就是不用去见 过来帮我手 那些 可以这样批 对 所以来说 本身也挺稳定的 可惜走到五运 就人五叔会火 是的 又火 又是来了 接着呢 那个贵人 又变回不是贵人 哈哈哈 所以贵人是会变的 就是 好像创御书所说 贵人带了一份工作机会给你 给厂长去做 看着都叫做 有个权力 官星 可惜去到 人五叔这个火 本身给他一个机会 就觉得 这个人也是不应该再给他机会了 觉得有危险 有功高盖主的味道 害怕 就借一些耳朵 就踢走了 是 同一个人 即贵人也是他 小人也是他 所以有时候有些人经常问 喂师傅 我现在认识了某一个人 陈大文 这个可不可以帮我在八字里看看 他是不是某个贵人 通常我都会加一句 他现在这刻 你贵人也不代表十年头是你的贵人 他会变的 明年也不是 所以有时候 这些问题 其实是没有一个很真实的答案 如果你问到这么长远 是不是我一生能够贵人就是他 这是玄学小说 很多时候你同一个人都是贵人 同一个人都是小人 你最信的就是你的小人 就是这样 所以走到五运最后一两年里来说 工都没有了 走到现在贵未运 制杀太过 制杀太过 事业功名在杀里 肚一通根 杀一无力 那就没有东西了 完全没有东西了 现在只不过是偶然投资下 勉强维持生活 幸好之前打工的事里来说 也算是存了一点点钱 只是这样 现在变成一个普通平民的阶层 曾经小过二十多岁的时候 就发过贵 就是这样 也挺唏嘘的 有时候我们都觉得 那改名 行不行 你叫做陈金水又如何 当时他二十多岁发展达的时候 因为他的金没有力 金是他的财 所以当时有个师傅 就给了一个全金的名字 打个比喻 譬如叫做陈金金 就给了一个金的名字 但是也没用了 因为你没有运辖的时候 其实都是没有运辖 一命二运 一命二运才是最重要的 对吧 金金金又如何 没用的 真的 你不信命都不行 是的 就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 可以给大家参考 有用神 金水都在天干了 但可惜地址有毛巾 就是不能够持久 是 叫做天不福地不在 对的就是地不在 地址有毛巾 你说什么都是假的 这个给大家一个参考 一个虚名的名价 但是曾经威国 对 威国 对 曾经威国 好了 蔡老师是不是有些事情 跟我们分享的立春 是吧 我听说 现在很多人都说立春 我怕迟了 以为我抄它们 不如我先说 哈哈哈哈 蔡老师在这个节目里 第一次跟大家分享立春的八次 我们下一集回来 和大家讲讲 2024年的立春八次 好 拜拜 多谢收看焦点视频的节目 如果喜欢这条影片的话 请做齐留言 赞好和分享 因为这些动作 对频道的成长相当重要 在影片资讯栏 会见到有主播专业的连结 按进去的时候 会见到有主播的联络方法 和节目其他的资讯 焦点视频是一个知识共享的 网络电视平台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